一微米对于一把枪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轻武器谱系2010枪组中 5.8毫米精准步枪的有效射程大约800米 一个训练有素的优秀射手采用单发射击 在更远的距离照样能做到对目标的精准射杀 而决定子弹在空中几百米运行误差的 与枪管中那一微米的变形息息相关 对于师傅张伟的较真儿徒弟们早已经习惯 而他们正在加工的部件 正是二林式枪组的枪管所专用的测量工具 在枪械生产过程中 量具相当于尺子 是为弓箭立规矩的 一微米大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七十分之一 这是目前数控机床都难以靠近的精度 虽然量具加工的大部分工序可以借助机床来完成 但金属表面的精微之处仍需要前工亲手打磨 张伟有一双结满老茧的手 也有一双徒弟们眼中无所不能的巧手 此时他为了缩小那一微米的公差 细心的掩压 单凭直线往复的手上力道 他就能感知量具平面尺寸的细微变化 凭借恰到好处的小劲儿 量具表面终于呈现出设计所要求的精度 而张伟的巧源于三十四年的勤学苦练 直到现在 他依然保持每天抽出至少十分钟的时间 练习拉油时 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手感和稳定度 拉油时的话是我刚来的时候 我没有练习的 但是我师父每天基本上都在练 虽然说每一次可能十分钟左右 但是三十多年坚持下来 我感觉还是很佩服他的 工作室里又传来了张伟的歌声 这意味着一件令他满意的作品新鲜出炉 可能别人眼里的前功就是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同样的动作非常枯燥 但是我做得非常开心 张伟的快乐 来自熟能生巧的信心 把零件打磨得光亮如镜 算是基本功 能够以超过标准的水平 架工出更高精度的量具 才是他的追求 0.8微米的公差 对于大多数前功来说 已经是很难完成的挑战 而每天经张伟之手加工的量具 至少上百件 把每一件的公差都控制在一微米以内 是他作为能工巧匠的本事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要追求极致 虽然说我们还做不到绝对的零工差 但是我们要尽量地去靠近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马马虎虎 只是在合格的边缘徘徊 如果有一点小小的事物 可能我们产品就报废了 研磨台不过三尺 前工房仅有放账 却为大国利器定方圆 在二灵式枪组中 一把手枪需要上百种量具来立身手证 一把步枪则需要上千种 这成千上万种量具的设计与加工 大多都离不开张伟团队的付出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他也从一名普通工人 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 经他手加工出来的量具 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棉检产品 如今以张伟为带头人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已经打造出一支活力四射 创意十足的工匠团队 他们生活在以微米度量的世界里 为二灵式枪组立规矩 保障打造出来的枪支 精准完成空中的致命一击 最细点 咱们国家的枪械水平在一段的提高 二灵式枪械也在持续的升级 以后可能还会有三灵式 五灵式 从事这份工作 既有容易感 更有紧迫感 新型枪械必然带来更高的标准 我们的量剧也得跟上来呀 这也让我时刻感受到 强烈的本领恐慌 只有不断地学习新工艺新技术 才能确保把最好的文件 掉到当事们的手里 又一次跟随部队任务 来到海拔4300多米的学域高原住训 侯坤依旧第一时间 开始研究装备的高反情况 我们在高原环境下 装备的故障概率和平原相比的话 想成一个直线上升的一个趋势 面对我们类似的这种突发情况 只有我们平时把故障的原因 摸清弄透 才能不断地积累我们维修的经验 研制针对的方法 提前做好预防 这样才能够确保 暂时不掉链子 随时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几年前 侯坤所在的部队 配发了新型火箭炮 那段时间 他几乎每天都带着技术式的骨干 炮在训练室和炮库 请教专家查阅资料 联系工厂师傅 很快从一个跟在厂家师傅后面 听 看 学的学生 成长为新型火箭炮的航家旅首 看到新装备的时候 我们就兴奋 那时候我们所有人 对这个新式火箭炮的认知几乎为零 当时就一个想法 尽快把我们的新式火箭炮研究吐彻 与我们其他的合成力量 钻指成全 加快形成我们战斗力 多次上高原助训 侯坤还记录总结了一整套 海拔 气象和装备数据 结合训练实践 撰写了某型武器装备 高原高寒条件下 保养与保管研究论文 受到院校专家的高度肯定 并在教学中采纳运用 侯坤就是爱钻研 只要是让他负责的装备 他真的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会用这是最基本的 会修 会保养才是目标 不成为专家 他绝不把手 不久前 侯坤被纳入第一批陆军工匠 人才培养计划 我得在去培训之前 把他们都带出来 光我自己一个人学会是不行的 要把知识传输下去 让我们其他层次都学会 都掌握才是最主要的 这几天我就在琢磨 是不是研制一套 新的训练方法适合炮班使用 方便于他们更好 更快地掌握我们的新装备 侯坤能带兵 善带兵 在旅里是出了名的 担任班长16年来 侯坤所带的战士 先后有十多人立功 四人考学题干 二十多人成长为技术骨干 张东胜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主创新设计了多种 辅助性训练方式方法 为加速促进新装备战斗力生长 按下了快进键 我们跟着师傅学 也成立了公关小组 遇到新的问题时 大家就一起研究 有新的想法时 大家就一起讨论 当一个个问题被破解时 真的感受到了那种 很大的成就感 如今在这个旅 越来越多像侯坤一样的专业技术型战士 加速成长 成为卯在各个战位上的螺丝钉 如今我们身边 云现出了越来越多的 像侯坤一样的典型 他们像一个个螺丝钉一样 紧紧卯在作战的链桥上 一心严战 卫战 为训练 献技献策 为部队战斗力建设 贡献着不可或缺的智慧和力量 最后一心专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